大家晚上好 欢迎线上的朋友参加ACP城市论坛科技专场 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智能技术 Smart Technology 我们会讨论相关的软硬件和相关的应用 如果你想了解来自工业界的领先和最新的技术 一些信息你就来对地方了 我是李先祥 因为Mike在Fidelity Investments公司做技术 IT技术工作 很高兴作为今晚的主持人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三位业界杰出的嘉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刘建博士 会主讲智能技术的硬件基础传感器 怎么通过智能传感器看我们的彩色的世界 第二位是我们的陈华栋博士 Sam 陈 会主讲智能技术的应用机器人 看她如何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业的整个工业 第三位是拥有60多项专业的卢晓琳女士 她会主讲智能传感和工业化应用 在这其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可以按屏幕下边的Q&A按钮 写下你的问题 我们在每一段演讲之后 都有一个问与答案的时段 集中回答问题 现在首先请ACP的会长干强为我们致辞 谢谢Mike 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ACP城市论坛 ACP也就是美中专业人士协会 我们成立于1993年 是植根于达福地区华人当中的非盈利性 公益性组织 长期以来我们积极服务华人 在过去的27年 我们团结华人各社团 各组织以及个人 维护华人合法权益 提升华人形象 做好中美之间的交流桥梁 我们主张参与 分享 担当 共赢 与大家一起共作美好未来 今天的城市论坛是 今年城市论坛是我们第四届 我们第一届城市论坛是在2017年 接下来2018年和2019年 第二届 第三届 我们每一届都吸引到了 近千人次参加 那么今年因为COVID-19的影响 我们是在线上举行 是为期一周 今天那么大家参加的科技专场 是我们第三场 昨天开始的开幕式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都参加了 接下来我们在明天晚上 一直到星期六 都有相关的专场给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 再把时间交还给Mike 谢谢 谢谢赶强的发言 总结了我们今天要做的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讲座和分享 下面请ACP前会长孟宇 介绍第一位嘉宾 大家好 谢谢先祥 我叫孟宇 是2017年ACP的会长 也是本届的理事 非常高兴有机会介绍我的老朋友 刘健博士 老刘是跨国高科技传感器公司 AMS-AG的高级总监 负责软件与应用工程 是一位有近20年工作经验的专家 他在航空 汽车 机车 智能电网和半导体等行业中 担任过技术和管理职务 最近他对领带领团队 开发了世界上最小飞行时间的传感器件 这些技术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 智能手表 平板电脑等工业领域 老刘呢 他在南洋理工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 并在德克萨斯大学商学院 获得NBA学位 那好 下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 有请刘博士 谢谢 谢谢老孟啊 那我现在共享一些屏幕 感谢这个ACP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可以和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 这个光学传感器 然后这个我们就是我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 我们这个传感器啊 实际上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啊 然后呢 我觉得我们 我本来呢 是想做一些 有一些这个互动的一个环节啊 然后后来发现说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互动的环节不太好 不太好实现 但是呢 我觉得说呢 大家可以这个踊跃提问题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呢 后边可以给传递一下 那我们这个 我们就先开始 从一个2015年开始 在这个世界 然后掀起了很大波澜的一个 世纪难题啊 当时的话呢 有很多 这个朋友吵架 夫妻闹翻 原因呢 就是说 看这个左边的这个屏 左边这张照片 他这个照片的话 到底是什么颜色 就这一件裙子到底是什么颜色 我想呢 每一个人 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啊 然后有一部分人呢 觉得他是黑蓝 两色一个裙子 另外一部分人呢 他是觉得说是 白裙子上边有 白和金色 我不知道说你们 这个自己怎么样看啊 然后大约这个一半一半 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两边 都对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说 这个咱们对这个问题的话呢 牵扯到一个 很 很 像 其实说是很深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什么是颜色 实际上说这个颜色的话呢 虽然说我们大家 对颜色呢 有一个很 有很多理解啊 有自己的理解 实际上说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 这个visual perception 还是一个perception 意思就是说是 它实际上说是 你的脑子里头想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颜色呀 虽然说大家都觉得 它像 重量啊 温度啊 呃 这个颜色 这些你感觉说 它都是一个物理 物理特性 然后你觉得说颜色呢 是一个很确定的东西 但实际上 这个颜色呢 是非常不确定的 它呢 实际上说是一个 呃 和人的心理 呃 和感知 非常有关的一个东西 啊 我们接下来的 这个 这个大约半个小时时间 呃 我们就会把这个 呃 颜色的这个 我们就讨论一下 这个颜色 然后和传感器 它们之间的关系 看一看传感器 怎么样来帮助人们 呃 更好的呃 这个 呃 这个复现颜色 和认识颜色 这个我们在讲 这个颜色之前的话呢 这个呃 我们先看一看这些光学传感器 啊 大概都分成了一些类型 啊 这个光学传感器的话 你可以从上边看呢 我们大概呢 我把这个呃 光嘛 都是这个电磁波 然后它有自己的波长 我大概的话 把这些波长呢 都给列出来了 然后人眼 可以看的这些波长呢 是从380纳米 到700纳米 啊 有各种颜色啊 这个呃 每种颜色呢 列在这 如果是低于380纳米的呢 我们叫它紫外线啊 就UV 高过700纳米的呢 就是长过700纳米波长的这些呢 它相当于叫IR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红外线 呃 这个如果说把这个传感器的类型呢 都给它呃 这个呃 这个呃 迈破到这个 这个波长范围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这些传感器啊 我们知道的啊 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相机里边啊 我们有这个image sensor啊 然后我们不是特别知道的呢 是有一些这个颜色传感器 这个颜色传感器的话呢 它可以大多数啊 都可以看可见光里边的颜色 同时的话呢 它也可以看一些这个 这个近红外的波长 呃 这些传感器呢 这些传感器呢 它并不是用来看光的 它主要是为了检测 一个物体有接近 然后呢 或者是测距 就激光测距 这个是TOP传感器 它们大多数现在呢 都是在这个940纳米 为什么用940纳米呢 主要是因为它看不见 也就是说 像我们的手机遥控器啊 这个 有很多手机上面的这个 电视机遥控器 然后这个手机上面的 这种接近传感器 有很多呢 它实际上都是 类似的这种设计 它在940纳米 目的呢 就是让人看不见 这样的话呢 你不会这个影响你的 这个视觉效果 如果把这个IR 再往高处走的话呢 在6到10 这个微米 这个数量级呢 就是进入这种 远红外的传感器 它们这种远红外的话呢 主要就是测温度 像什么夜视仪啊 什么这个体温 有很多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种 体温的传感器 都是在更高波段 这个工作 往低的波段的话呢 有很多这个 这个UV的传感器啊 就是紫外线传感器 它们主要呢 就是说去 很多应用是为了 这个防晒 就是说你 比如说戴个手环 然后它会提醒你 现在呢 这个 这个阳光非常强 需要注意防晒 防止皮肤癌 这个呢 就是这种传感器 光学传感器 其实非常多 非常多 这个 我们呢 我 可以基本肯定 你们每个人手边上都有 这个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然后为什么呢 就是 这些传感器 往往是非常小的 这个有一个例子啊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 spetual sensor 它就这么大一点 非常小 它多数情况下 就集成在手机里头 基本上每一个手机上的 都会有 两三个 三四个 这样的光学传感器 所以说呢 它 你的手边 肯定有 光学传感器 只是你不见得知道而已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可以从这个 工作原理上的 来看一看 这个光 光学传感器 到底怎么样工作的 我们从一个 非常简单的例子开始 就是这个 每个光学传感器啊 它都是从 从这个一个 这个光敏 光敏的二级管开始 或者说 我们常叫它PD photodial 然后这些 这个传感器的话 它是光敏 就是说有光照在上的时候呢 它可以产生电信号 这个电信号 后边的话呢 会被转化成 各种不一样的东西 有可能转化成电压 也有可能转化成频率 各种东西 这个后边 信号处理 因为比较复杂 我就不往 那个方面引了 在这个光学传感器 上边的话呢 往往它会有一个滤镜 或者这个叫filter 这个filter 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我们一般 这个可见光啊 非可见光啊 它都是有不同的波段 这个filter的话呢 它可以让其中的一个波段 或者几个波段的这个光线 可以透过去 这样的话 我就从这个接收端 PD端呢 我就可以 就是像在图上这个呢 我就可以看到 说啊 这个我现在看到的信号呢 都是红色 红色系 依此类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 可以装上这个绿色系 蓝色系 这样的话呢 我把这些这个所有的信号 给它组起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 这个频率的响应 横轴的话呢 是我们的波长 纵轴的话呢 是它的相对的通过率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哎 我们这时候红绿蓝 然后各个颜色 我们都可以接收过来 这就是一个这个光学传感器的 一个基本原理 然后呢 这个光学传感器 这样看的话呢 非常简单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有红绿蓝 照相机里头 红绿蓝 然后各种东西都红绿蓝 那为什么还要这个研究它 这个为什么我们刚才呢 要提这么多这个颜色 研究这个颜色 为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呢 得从眼睛说起 就是咱们得从说这个眼睛 它怎么样展 这个感受颜色 这个大家都知道 眼睛的话呢 前边呢 就是各种啊 这个精状体啊 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呢 后边的话 它是进入到视网膜 然后视网膜呢 它实际上在人的眼睛里头 是倒着装的 它是屁股 屁股朝后 它的感装 实际上是朝后的 它这个感装 感光细胞的话呢 分成这么 相当于有 至少有四种 一种呢 它叫Rod Rod就是说 它主要是感受 这个光的亮度 剩下三种呢 叫空 就是圆锥的 锥形细胞 这个空的话呢 它就是分成三种 红绿蓝 这样三种的 这个人 人的眼睛呢 就是分这三种颜色 以此类推的话呢 我们就说 那我为了感受 同样的颜色 那我们干嘛 不就是做一个sensor 然后我们可以看红绿蓝 对吧 这个东西这样一看的话 是挺简单的 但实际上 它的这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 人的眼睛啊 其实它并不是 一个非常 这个绝对的红绿蓝 实际上人的眼睛 眼睛的感知呢 是另外一个曲线 这个曲线呢 是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organization啊 它叫CIE 不是我们的CIE 这个CIE的话 它是专门研究 这个光的 这个CIE呢 大约在70年前 然后他们呢 研究了2000个人 然后让他看各种的颜色 然后他把这个颜色 怎么样感知颜色 他给他这个画了一些 画了一个 这个曲线 然后这个曲线的话呢 就是说 它是叫color space 就是说 在这个空间里头 然后呢 它管的叫xyz 而不是RGB 也就是说呢 人的眼睛啊 就刚才看的 这三种绿 红绿蓝 这三种这个锥形细胞 它实际上 它的反应呢 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你看看红色的话 红色细胞呢 它不光对红色感知 它对一部分蓝色 它也会感知 这个绿色的话呢 它这个也是非常广谱的 对吧 这个蓝色呢 就相对窄一点 然后但它非常高 相当于人这个细胞呢 对这个光呢 非常敏感 然后这样看的话呢 那和我们的一般的 这些sensor呢 就有区别了 对吧 然后这时候的话呢 它可以近似 实际上说 我们很多相机也好 这个电视也好 所有的这些颜色 都是一个近似 那就是说呢 这个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RGB呢 就是这个人眼的一个 简单的近似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新一代的 这些传感器里头 这块有一个例子啊 TCS3430 是AMS的一个传感器 它呢 通过一些这个干涉方式 做出来的 这个这个滤镜的话呢 它是可以完全模仿 人眼的这种颜色感知 所以说呢 它可以做得更精确 这个呢 是第一步啊 这个第一步眼睛 第二步呢 这个更重要的是脑子 这个脑子的话呢 就回到刚才这个 你看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张图啊 是一个灯箱 灯箱里头放了一个 那个色卡 然后这个色卡的话呢 我估计大多数人问的话 我说这下的 左下角这一块 它是什么颜色 绝大多数人 我相信都会告诉我 这个是 这块是白色 是吧 这个最右边 这黑色 白色黑色 然后这个底板 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 大多数人都会跟我这么讲 但是我说 再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 我再叫你问 这个块是什么颜色 我相信大多数人 也会说是白色 对吧 然后这个灯箱呢 是还是白色 再看下一张图 这个光线呢 这个不一样 然后但是呢 你在这个环境里头 你比如说掏出来一本书 你说 我这个书的 书的这个纸 什么颜色 绝大多数人呢 都觉得它是白色 为什么呢 就是说人的脑子 在反映这个颜色的时候 它是看有参照戏 它看到这个参照戏了之后 然后呢 它会去做一个感知 最后它的感知的什么颜色呢 实际上是一个心理颜色 而不是一个实际颜色 如果我把这个颜色 给它提取出来 然后非常如实的 给你浮现出来 那它应该是一个 黄色的一个背景 这块的白色的话呢 它是就比较像白色 这边这个白色呢 实际上是它偏蓝 然后也就是说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人的眼睛看到的 或者仪器可以检测到的颜色 它并不是人可以感知的颜色 人的感知的颜色 实际上和它不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刚才咱们讲了这么多 这个颜色的这些问题的话呢 其实呢要比实际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间 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 然后在这样的复杂性的情况下 这个传感器怎么样来帮助它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demo 这个demo呢 就是说它放在一个灯箱里头 有两个手机啊 这个纸板呢 就是一张宣传画 有几个弹琴啊 这个拉琴的一个几个人物 然后呢 它把这个传感器呢 就是手机的屏幕呢 给插在这个切口上头 然后呢 左边这个呢 它上头 这个手机上头呢 还加了一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的话呢 就是刚才说的一个 这个光学传感器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可以看这个环境光 看这个上边这个灯 到底是什么颜色 然后知道这个颜色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屏幕的颜色 实际上是可以去 相应的去调它去 右边呢 就是没有调啊 实际上说 我相信啊 有很多人的手机 特别是早几年的手机 你拿出来看了 都是这样 就是说你拿到一个酒店里头 然后一照相呢 你看这个屏幕 这是蓝的 发蓝 因为它呢 它不知道周围的环境是什么 它只能按照自己的一个假设 它认为我们周围 比如说是 室外光 或者室内光 然后呢 它的这个颜色呢 实际上和纸的颜色 就不一样 所以说呢 一个完美的显示器 它的最好的效果呢 往往是可以认为是一个 这个纸的颜色 这纸 白纸会显示成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有这个颜色传感器呢 可以让你的这个屏幕 看起来更自然 就像纸是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 这个帮助一些相机 然后这个相机的话呢 这个左边这个图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华为的一个 最新的P40的一个发布会上的 发的一个这样一个信息 也就是说呢 大多数情况下 大多数手机的传感器 它都是看三色 三原色 红绿蓝 然后呢 在这个手机里头呢 它也应用了一个这个传感器 我们的传感器 它在有色 有这个这个 它在可视的范围内 可见光的范围内呢 它有八个通道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更具体的 这个光谱信息 有这样的光谱信息的话呢 你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说 这个环境到底是什么样 然后呢 它可以调这个白平衡 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更自然 特别是这种纯色的照片 另外一些例子的话呢 就是这个我说 这个为什么每个手机上 都有我们的传感器 为什么呢 这个往往是说有两件事 一件事呢 它是要调光 中文叫环境光 一个呢 是叫接近 接近光 这两个传感器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个传感器呢 就是说去看这个环境的亮暗 你越亮的地方呢 你的屏幕就要调得越亮 然后这一块的这个 我们这个有一些传感器呢 就是说它老一代的手机上 都会有一个洞 你的传感器在洞里 现在的手机呢 这个全屏了 然后它的屏幕呢 基本上把这个表面 能站的地方它都站了 这时候没办法怎么办呢 它就只能把这个传感器 放在这个OLED OLED的后边 这样这个对传感器的要求 就非常高 它一方面呢 它要高灵敏度 另一方面呢 它是要把这个屏幕漏光 给它剪掉 然后呢 还这是这是一个 一大类的应用啊 就是环境光 另外一大类的应用呢 就是这个接近光 这个有很多人 其实也不注意 就是说你在打电话的时候 你把这个电话呢 放在放在耳边 这么一放 然后呢 你的屏幕其实就黑掉了 它目的是什么呢 防止你就是打电话的时候 耳朵把这个电话给拨出去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用这个接近光 然后它这个工作原理 基本上就是说 还是发出去一个 看不见的 940纳米的一个红外线 如果说有一个东西 接近它的话 它反射回来的这个 光墙就比较大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就能感知到 说我正在打电话 有东西盖在上头了 这时候我就把屏给它关上 这是 所以说呢 这个大量的手机啊 不管高档低档 基本上都有这个东西 最后呢 我就是再讲一下 这个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些 这个传感器的 这个前沿的一些研究 这个叫时间飞行 这个时间飞行 Toff sensor的话 它呢 就主要就是说 它也是发射接收 但是呢 它不是按光墙来测的 它是按时间 然后这个简单讲的话呢 就是发射端呢 就是你先发一个脉冲 然后这个东西照到一个物体之后呢 它反射回来 然后我就可以测它的距离 它的距离呢 就是时间乘以光速 就可以想象的话 这个光速非常快 所以说你要测的 这几米远 这个距离的话呢 我们都是按这个纳秒啊 皮秒啊 这个数量级去 去这个检测它的距离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个可以 可以这个 检测出来这个物体的距离 即使说在完全的黑夜情况下 这个对相机的这个 对焦有帮助 这个因为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这个只能做一个 非常非常概括的一个 简单介绍啊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我推荐 大家可以去这个AMS的 Sensor Blog 里头去看一看 里头有很多这种小 小应用 然后特殊应用 从这个机器人啊 这个手机啊 一直到这个COVID 新冠病毒的检测啊 我们都是有相应的这个传感器啊 去去帮助大家这个呃 实现各种功能啊 那我就非常简单的这个把传感器讲到这儿 然后看一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 非常感谢刘建博士的精彩演讲啊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现在还有几分钟 我们可以请刘博士给大家解答 就是在Q&A按钮上面 可以输入你的问题啊 先啊 很好 已经看到一些问题了 第一个 邮建博士 有观众问 激光雷达是不是一种 TOF传感器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这个激光传感器呢 就是TOF啊 它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的 不同的叫法啊 我们在手机上头呢 一般就叫做TOF 在汽车上的话呢 它就叫光达 LiDAR 对吧 然后它的工作原理呢 非常接近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可能在这个应用的场景上 不一样的 就是手机上的用呢 它首先要小 要省电 所以说你看到的这个传感器呢 可能就是一厘米这么大 然后用的电量呢 是以这个几百个毫瓦 就是它在工作的时候 在几百个毫瓦 汽车上用的呢 它就是要功率大的多 然后它是这个 作用距离也比较大 然后它要能看穿这个 这个高速运动物体 然后有雾啊 有雨啊 各种情况 然后它对这个 这个人眼的这个Safety 也有不一样的标准 就是说像手机的话 你直接照射人眼 虽然说这个光线看不见 它也是会把人眼给晒伤 照瞎 然后这个汽车的话 有它自己的这个标准 但是它们两种用的原理 工艺都是一样的 非常接近 原理是类似 但是应用和一些具体的细节不一样 对 下一个问题是 这个是关于市场 常见的传感器的种类 有哪一些 以2020年的全球传感器市场为例 大概市场规模有多大 重点有哪些企业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传感器最大的客户 最大的应用在哪呢 这个在苹果手机出现之前 它最大的应用应该是在工业界 各种工业环境 这个医疗 这一上都用了很多 但是在手机出现之后 然后基本上就是手机占大头 一般呢 这个我们在想说这个手机一年 或者手机平板电脑这样加起来 一年大约是两个billion左右 的出货量 每一个器件上 每一个手机上都有多个这样的器件 然后这个总量的话呢 这个我没有具体算过 大约我想是在 这个几十个billion 或者几百个billion 这种数量级吧 然后这个至于说 我们如果说再往高处看 说这个传感器一共分哪些类 那这个类别就非常多了 这个有温度的 有压力的 有流量的 然后有这个距离 这个像我们这些光学的颜色 然后有震动 然后呢和电相关的 又有很多转速啊 位置啊 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传感器的话 你几乎可以给它想成 这个IoT的起点 所有的IoT上面都有传感器 基本上都有传感器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呢 市场非常非常大 然后我这方面的话 我没有仔细想过 我想是一个这个 至少是一个百billion级的吧 就是整个的智能技术的基础 对 那相关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观众就说 怎么看待传感器在 智慧医疗领域的发展潜力 不知道 刘宝石也没这方面 这个智慧医疗的话呢 我其实推荐你去 AMS的这个blog里面去看一看 它的这个智慧医疗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过去的医疗 它给它有一个新的功能 不管是这个信号采集啊 还有信号的共享 然后这个诊断 远程诊断 各种各种东西的话呢 其实都是从传感器开始 像AMS用的比较多的呢 是这种这个内窥镜 就是像一颗小小药丸 然后非常非常小 一个小胶囊 然后里边有传感器 就是像一相当于一个小照相机 电池 闪光灯 什么类似这种东西 这时候的话呢 这个直接做内窥镜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啊 然后你相当于是 把一个管子 然后要麻醉 然后这么伸下去 就去看 然后它如果说 是这个用这种 胶囊式的话 你给它吞下去 然后最后它照照相 然后到最后排出来 然后你把这个数据 给它收集起来 就是说 在医疗上 它用的这个传感器 非常非常多 然后包括测体温 像苹果手表 现在开始测 这个心电图 心率 这些呢 这个在AMS的 这个portfolio里头都有 然后都用的非常多 如果说往这个未来看的话 方向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现在的移动设备增长呢 很可能是下一个增长点 就是这个手表手环 这种移动设备 就是手机的话呢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平台期吧 总量呢 没有太多的增加 甚至说这个有一些 档位的这个手机总量在减少 但是手表手环 智能医疗这一方面呢 还是刚刚开始 后边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好棒 这个也专业的一个 说是除了 这个集成电路 轨迹的传感器 有没有刚才说 仿生物的 碳机的这类传感器 跟刚才您回答的 有些关系 是不是还是不一样的 就仿生物 仿生物的传感器 有很多 就是说在这个大学里边 做research 这个有很多在仿生物 你仔细想一下 所有我们的这个观感传感器 其实也都是仿生物 人眼看红绿蓝 然后他这个 我们大多数的传感器 也是看红绿蓝 这块的话呢 我想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 新的这种应用呢 催生了很多这种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的话呢 我觉得说 我们的前沿呢 是大致分成两个前沿 一个前沿的话呢 就是说 把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就是Sensing is life 然后就是说生活呢 就是包括你的手机啊 包括你的各种 Smart Speaker啊 这个灯啊 什么各种东西 然后呢 让你体验 有更好的生活的体验 然后这一部分的话呢 可能说他要解决的问题 是性能成本尺寸功耗 这一类东西 另一个前沿的话呢 很可能是一些 这个比如说医疗啊 或者是比如说 Covid-19 你怎么样用光的方法照一下 然后可以看出来 这个空气中间有没有病毒 类似这样的应用的话呢 它这个就是相当于是 需要实现人眼 或者人的现有的感知 有很难做到的事情 这块的话呢 有可能有很多是这个仿生啊 也有可能说是用纳米技术啊 或者是光谱技术 然后这方面的话呢 都有很多这个创新 有很多研究 然后具体的话 这个在这个仿生的传感器的具体事情上呢 我自己个人的话呢 没有太多的研究 好 谢谢 其实这个问题跟这个也是相关 因为其实也是我个人也觉得 挺有意思的一个 比如说有没有传感器 可以感受到味道 比如说你打电话的时候 微信的时候 你能够闻到对方的味道 有没有现在这样的传感器 对有的 实际上说这个也是我们 在关注的一个方向 在研究的一个方向 实际上说这个味道的话呢 有很多地方可以用到啊 比如说这个 如果我们有共享汽车 然后你可能人家还车的时候 这个车要看一看说 是不是这个有需要打扫了 这个味道的话呢 其实说可以检测 为什么呢 这个实际上味道是从哪来的 味道从哪来的呢 往往是一些大分子 有时候是小分子 这个颗粒 然后这些分子呢 浮在空气中间 然后如果说这个传感器呢 有很多是用这个MIMS啊 这个这种 就是它用振动啊 或者是别的方式 它和这个空气中间 这些特殊分子结合了之后 这个它就帮定 帮定完了之后 它的振动呢 就振动态发生变化 这时候的话呢 它可以去检测出来这个气味 所以说呢 的确是有 而且呢 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领域 然后AMS的话呢 也有原来 特别是原来啊 就现在变成合资公司了 然后呢 有一些Division 实际上是专门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嗯不错 就是现在还在研究阶段 实用还没有 对不对 实用不多 这个当然这个也是看客户的需求 然后这种需求 现在我想马上试用一下 回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可能这最后的一个问题时间差不多 就是有 其实是相关的 就是哪种传感器可以做 这个图像处理 是不是应该是一种 Visible Night 然后另外说是 介绍一下iPhone 12 Pro 里面有哪一些传感器 这个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这个 这个图像处理 是不是要用这个可见光 实际上呢 这个可见光肯定是要了 就是说往往是需要 但是很多情况下 非可见光呢 也需要 就是说你们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些相机啊 模组啊什么的 它实际上内部啊 有很多校准 很多套校准的参数 在不同的光线情况下呢 它实际上应用不同的校准 所以说呢 在很多情况下 你做图像处理啊 或者说图像采集的时候 你是需要知道这些啊 红外的成分 或者说其他的东西的成 这个不可见光的成分 这样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阳光里边呢 就有比较多的红外光 人造光的话呢 从效率上来说 往往是没有红外成分 这时候的话呢 你如果知道这个 能感知这个红外的话 你就知道我是在室内还是室外 在室内室外场景的话呢 你就可以针对这种场景 做相机上的优化 所以说这个图像处理 你在知道这个 非可见光的这个信息上 如果能知道 非可见光的信息的话 对你的图像处理呢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然后呢 这个第二半的问题是 iPhone 12 iPhone 12的话 有很多传感器 然后它这个 我觉得说可以做一个 Tier Down 这个网上也有很多 然后你可以看看 它拆解报告 它有环境光 接近光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 就是说一个是调平的 一个是观平的 也有这个 结构光 就是说它人脸识别 它是这样打出来红外 打出来点阵 然后去测距 还有这个 这个后边 这个前后的这些相机 然后它每一个 这个结构光呢 比如说它实际上是多个模组 有一些模组呢 是往外发光的 这个把这个激光 这个点阵给它打出去 还有一些呢 是接收的 像早一些的 这个 早一些的手机的话 我相信12也是这样 它实际上说 还有一个红外的泛光模组 就是说它泛光的话呢 把这个光给它打出去 然后呢 它可以大致看一下 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人脸 这样的话 它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省电 就是说在手机上头的话呢 它很多这种传感器 不能一直开了 然后呢 它可能是有一个 多部的这种 唤醒机制 然后先拿一个 最省电的传感器 一直开着 然后让它呢 去唤醒大一点的传感器 可以感知更多 然后再去唤醒 更大的传感器 最后唤醒手机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讲起来比较复杂 我觉得说去网上 查一查 这个iPhone12的拆解报告 有很多 好 谢谢 刘建博士 那个 解答 也谢谢大家 很好的问题 其实上面 还有问题 时间差不多到 如果刘建博士 有时间的话 可以 到时候 先下 再回复 那我们 现在 差不多时间 谢谢你 讲得 非常之好 谢谢大家